鬼吹燈志,精絕古城,現正開本。 就在怪蛇,即將要向我咬過來的時候,忽然之間一道白光。 原本漆黑的山谷,日下子都被人照到光光。 那條怪蛇,本來已經準備撲到我頸上的樹。 半奴之間,被那道耀眼的白光一閃,嚇了一跳, 居然在我肩膀那裡,一滑就滑了下來。 這一切都發生在不夠一秒鐘之內, 我不等那條蛇落地,馬上就揮手來攻兵鑽。 我這下拍得好準,將蛇頭拍爛了。 碎蘭的蛇頭,一下子就只出了多少好像默色那樣的執液。 我即時退後了幾步。 這條怪蛇的毒性真厲害。 如果被牠咬到,閃眼之間,那些蛇毒就會遍佈全身的血液。 那肯定就有死無殺。 三個人一看,原來那套救了我聖命的白光, 是Shirley那部影相機的小光燈。 幸好她這個專業攝影師,整天都喜歡揹著相機, 而且她反應又夠快。 如果不是,我老虎,現在就真是去見了那個什麼, 我力滿的真神。 不過,現在都不是客氣的時候, 這個山谷實在有太多危險。 你怎知道,在山谷裏面還有沒有其他的怪蛇。 所以,我即時一揮手,就招呼大家,繼續向前走。 那些駱駝,可能也感覺到前面沒有毒蛇。 於是,都在繁躁不安的情緒裡平復下來了。 左鍵和薩帝鵬他們,就將雲低的葉易森,陳教授, 還有譚天麗的屍體搬上駱駝杯。 一行人,急急忙忙地,就出了這個黑黑的山谷。 走到山口外面,空曠的地方, 我將譚天麗的屍身放在地上。 天還未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最黑暗。 譚天麗,還保持著死亡時候那種驚恐的表情。 雙眼依然是直直地看著前面,全身發青。 這個時候,陳教授被山口的冷風一吹, 他清醒了。 天地啊,天地啊,天地啊,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助手, 想不到,想不到你最支持我這次的考古行動。 結果,我累了你啊,我累了你啊。 教授,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你還是,我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選他好了。 和譚天地相處了整個月,平時呢,開起還笑上來的時候,我喜歡叫他老古版,老古叔。 但是其實,他那些直來直去的性格,我還很欣賞。 想不到。 就在大家都在譚天地的死,暗然神傷的時候, 遠遠的天邊,好像裂開了一道暗紅色的納粒那樣。 太陽,慢慢出來,我們不由自主,都一齊向東方望過去。 只見,在太陽萬度金光的照射之下, 無邊的沙海,就好像變成了上帝熔路裡面,熔化出來的黃金一樣。 就在這座黃金一樣的沙漠之中,一座龐大的城市,忽然之間,就自然在我們眾人的面前。 無數的鍛碧殘盤,各式的房屋建築,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塔樓,跌樓。 最突出的,是一座已經傾斜了的黑色石塔,現在,正是很平靜地,聳立在城池之中。 這個情形,不是正是跟Shirley手裡面那張黑白照片,場景是完全一樣的嗎? 雖然已經隔了兩千多年,精絕古城的遺跡, 果然,還是保存在這個沙漠最深的地方。 看這座精絕城的規模,裡面足足可以住五、六萬人。 這樣就真是不得可憐。 當然,好像樓瀾這樣的名城,鼎盛的時期, 最多也只能夠住一、兩萬人,三千名的軍隊。 現在,這座規模龐大的城市,大體上已經迷惑得差不多了。 埋在沙漠裡面,有成千年那麼久, 有些部分已經很難分清是沙丘還是寶龍。 大多數的塔,已經坦塌風化。 但是,雖然是這樣,你依然可以想像出,當年他們是怎樣壯觀行偉。 這裡,因為有兩座大池山,形成了巨大池牆。 所以,飛機這些工具是很難飛到上空。 而且,他們又剛剛住在沙漠最深的福地。 所以,估計,是很少有人能夠找到這處。 不知道,在我們之前,有幾多的探險者和當失路的人, 曾經來這座傳說的古城呢? 唯一可以確實是,來到這座古城的人百分之九十九, 都永遠無可能載回自己的門家。 陳教授,扶起譚天地的私身, 手震震地指著精絕古城。 天地啊,你看一下,你不是一直都想看下你座神秘的古城嗎? 快點睜大眼來看看,我們終於找到了,我們找到了。 教授,譚老師已經走了,你讓他按摩吧。 可惜,他最後沒有看到這座奇蹟一樣的古城。 他的心願,還要靠你來完成,你一定要振作啊。 是啊,教授,你一定要振作啊。 呃,楊小姐, 剛才的救命之恩,我就不說多謝了, 算我欠你一條命了, 不過,一件事還一件事,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精絕古城, 按之前的合同來看, 你是不是應該加多我們一萬美金? 是啊,是啊,喂,喂,喂, 你答應過的,一人兩萬, 一共四萬美金? 嘿嘿,現金過數。 你們放心,一分錢都不會爭你們, 回去之後,馬上給… 呃, 我也知道, 現在不是應該趕錢的, 啊,什麼就精絕古城, 規模都不小, 呃,你看, 哼, 我原本, 覺得你們兩個人都幾好伸手, 而且,都有各自不同的經歷, 猜不到,你們只懂得錢, 看來,我對你們的第一印象沒有錯到, 我勸你們,在生活裡面, 除了錢,還有很多很寶貴的東西。 楊小姐, 你住在美國, 啊,在那些婦人區, 你爸爸,也是華爾街的巨頭, 我想你從來都沒試過熬肚餓, 你小時候, 也都沒經歷過大躍進的饑荒, 所以,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們是怎樣生存的, 所以,你也沒有資格來批評我們的價值觀, 還有,你不要說什麼生活生活今天教育我們, 窮人,沒有生活的, 我們只有生存, 不過這些道理, 和你們這些有錢人講也講不明白, 你們也理解不了, 反正,今天我實在忍不住了, 你如果不喜歡聽的, 當我沒講過了, 不過現在我們到了精絕古城了, 接下來,怎麼做? 你是老闆,你作主吧! 肥仔船原本是越講越興奮的, 但是講講講一講, 忽然想起, Shirley是老闆來的, 如果你說你的人不開心的話, 他們一生氣,不付錢你, 那怎麼辦呢? 於是說到後來,即時轉了方向,埋葬了譚天地之後,現在我們必須馬上入城找水源, 否則,第二個要被埋的就是葉易森,於是大家馬上就執拾裝備,準備入城, 這麼辛苦,終於來到這貞絕古城,你的時候最好不要再出什麼意外, 否則,這筆錢真是賺得到,都沒有命響,即時大家都執拾妥當,準備進入古城的時候, 豈料,豈料安力門又到他扭計了,不許了,不許了,你作這樣的古城,是被真神咀咒過的,我不去的,我不去的, 而且,剛才準備入城的時候,這位譚老爺就被魔鬼的使者,那條毒蛇咬死了,那條毒蛇不是普通的蛇, 它頭上有個黑色的皇冠,這就是說,這條怪蛇有可能是魔鬼的化身, 那也都說明,真神將這片沙漠送給魔鬼,這個傳說是真的,是真的,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安力門信神信得十足十,沒有真神庇護的地方,就算真的躺了他,恐怕他都不會去, 沒有辦法,我們只要重新安排,讓他在山口紮營,負責安本駱駝和物資, 但是這個老鬼,幾次都試過,想丟下我們不理,我原本想著,留下肥仔來看守他, 如果不是,萬一他又臨陣逃絕的話,那我們就只能靠十一路車,一路走回去, 這個十一路車,在沙漠裏面究竟開得多遠,就認真難說, 但是轉念一想,這個時候,安力門不應該逃走的, 畢竟,他做嚮導要得的那份工錢,現在都未拿到手了, 那筆錢不少的,足夠他後半世,衣食無憂吧。 喂,安力門,真神是怎樣懲罰說謊和背信棄義的人呢? 呃,如果真神要對付這些人,就會將他家裡的錢變成沙土, 連他的鹽也都一起要變成沙,最後夾殺地餓死了。 和死在黑沙漠裏面一樣,死了之後,也都要入熱沙的地獄, 受盡一千八百幾種的折磨的。 我看他講得這麼正宗,即時放心,因為信宗教信得很十足的人, 都有一個優點,就是怕死之後受到各種各樣的懲罰, 所以就不敢做太對不起天地良心的事。 現在,入古城的就只剩下七個人,其中還有一個昏迷不醒的葉液心, 又坐見背著,剩下五個人要帶一些器材、武器, 再加上食物、水壺,每個人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少。 傳說這隻精絕古城,裡面堆滿了財寶。 唉,但是,我進去看過幾間屋之後,發現, 除了沙、爛木碎石之外,哪有什麼金銀珠寶? 嘩,這座古城,聽說是毀滅在戰火當中。 當年,聯軍攻入了皇宮之後, 就在戰鬥接近尾聲的時候,忽然間獻起了黑沙風浦, 將精絕國連同城池裡面居民和交戰的軍隊, 全部埋入了皇沙之中。 直到十九世紀,沙漠移動之後, 他才重見天人。 現在這樣看,和傳說的基本吻合, 只不過直到現在,我都未見到一句一句的乾絲, 恐怕,都是埋在沙堆裡頭。 我越看越覺都沒有人, 但是陳教授他們對古城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很感興趣一樣, 一棟爛牆,他都看了半天那麼多。 我看著看著不對勁,只要提醒他們, 葉易森現在還病,救人才是最緊要。 看來,城市裡面的居民區都被皇沙塞滿了, 連一口水淨都找不到。 我們要不如進皇宮看看, 那裡說不定有另外的水源呢。 啊,沒錯,沒錯,胡同志提醒得對, 現在最緊要救回小險, 我們快去皇宮吧。 沙漠中的皇國,都是藏在地下河附近的地方, 有地宮,就有河流經過。 皇宮,日本都是城市的正宗的。 我們七個人,在廢墟之中, 一路穩路前行, 走了很久,才來到這座古城的中間。 這座的街道非常寬闊, 雖然有這麼多黃沙鋪在樹, 但是街道的格局依然可以看得出。 但是,在古城的中部, 除了那座已經傾斜的黑塔之外, 你就找不到其他的大型建築。 不要說皇宮, 連一間像樣的文房都沒有, 只有一度一度已經風化了的土場。 大家不用急, 皇宮很可能是建立在地下。 我們上這座黑塔, 從高那處看下來, 看看可不可以發現到地宮的入口。 這座黑塔, 全部都是用紮格拉馬山那些大石頭雕城。 一共有六層那麼高, 已經有些稍微傾斜, 但是依然非常堅固。 除了建築材料很罕有之外, 塔頂那一座, 還有一個黑色橄欖形的石頭。 黑塔裏面的牆壁上面, 密密麻麻, 黑著那些奇特的鬼動物。 每一層, 都有一個黑色的石像, 第一層是一頭石羊, 第二層是一個石人雕像, 跟普通人差不多。 第三層, 究竟就是我們躲避沙漠風暴的時候, 在一個無名的小城裏面, 見過的那個巨眼石人像。 陳教授看著這個石像, 他馬上就停下腳步。 對了, 我的推察沒錯, 在各處地方出土的那個巨眼石人的源頭, 就是精絕國。 他那些材料, 亦都是這座池山的黑色石頭。 薩帝鵬聽到忍不住就問, 教授, 那這座塔是要來做什麼的呢? 為什麼每一層都有一個雕像? 以我的推察, 這座黑塔是用來顯示鬼動族的地位。 每一層的石像, 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等級。 第一層就是生口, 如果我沒有猜錯, 地下應該還有一層, 擺的就是地獄裏面的鵝鬼。 第二層是普通人, 包括西域所有的湖人。 他們的地位, 僅僅比牛羊高一些, 相當於是城市裏面的奴隸。 第三層, 就是這個巨眼的人像。 剛才我看了, 塔頂的石球, 是一個眼睛的族形。 巨眼的石人, 和那隻眼族的圖騰, 都代表著, 你的鬼動族對眼非常熟敗。 我們快上去看看, 正絕國地位更高的是什麼? 再上一層, 這一層的石像, 居然是蛇身人頭的一個怪物。 他的手腳四肢非常粗壯, 後肢是野獸形, 前肢是人形的, 手上還拿著利劍和盾牌。 看他的樣子, 是一個男性的面孔, 面目猙獰, 登上眼睛, 就好像寺廟裏面的露目金剛那樣。 在石像的後腦, 也有一個黑球, 跟我們見到的那些拜蛇一樣。 嘩, 這個似乎是皇國的守護神多, 他頭頂呢, 也有一個眼睛形狀的黑球。 看來, 鬼動人真是相信, 雙眼是一切力量的來源。 守護神的地位, 還在女王之下。 呵呵, 看來, 這個精絕女王的確神發得很厲害。 走就走, 我們上第五層看看, 是不是女王的雕掌。 想不到, 當我們興匆匆地來到黑塔的第五層的時候, 裡面原來什麼都沒有, 連石像的底座都沒有, 只不過, 牆上面, 就有更多鬼動的文字。 陳教授, 這一層是否被人破壞過, 或者被人偷了原來的石像去呢? 啊, 好難說, 看上邊那一層, 我們才會知道。 黑塔裡面一層一層的石像, 其實的確已經引起了大家亮點的好奇心, 於是, 眾人都迫不及待感, 一路上到最頂層。 這一層的正宗, 束立著一座黑色的帝王寶座, 座位上面, 也的確坐著一個女子的雕像。 這個女子, 身段我拿, 服飾華美, 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 你偏偏都沒有辦法看得清楚, 因為她的臉是雕成一副戴著臉衫的樣子。 不過, 去過孤墨王子的石室裡面, 所有人都會一眼看出, 這隻雕像, 和孤墨王子古墓壁畫上畫的貞絕女王完全一樣。 這一座, 正是女王的全身石像。 哎呦, 好心你啦, 女王的雕像, 你也要雕著她戴臉衫的樣子。 那, 那, 實情上, 女王的樣子究竟是怎樣才行呢? 肥仔船第一個就爐吵起來了, 哼, 什麼西域第一美人我? 我說, 這個貞絕女王, 不怕, 醜樣子到根本不敢被人見, 要不然, 她怎麼搞得這麼貴鼠呢? 嘿嘿, 什麼都說話, 說回頭, 她樣子呢, 又不知她漂亮還是醜, 身材都還講得過去, 啊, 老虎, 你說是嗎? 喂, 喂, 麻煩你啦, 積點陰德行不行? 人家已經死了兩千年了, 你還要彈人家身材? 你看這隻貞絕食, 這麼古怪, 說不定女王真是個妖怪, 是哪一隻飆出來, 咬你一口, 喂, 喂, 不要亂想, 不要亂想啊! 地底奇譚小說, 鬼吹凳智精絕古城, 沿著天下罷唱, 改編整理, 林敬, 音效合成, 郭建文, 陶靜希, 本集就播講到尼書, 若之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下集故事。 《鬼吹凳智精絕古城》, 現正開港 在黑塔的最頂層, 我們果然見到了精絕女王的全身標準, 但是這座雕像, 它依然使你, 沒辦法看清楚, 正絕女王, 它究竟, 是生成了一片的, 因為雕像上面, 依然是雕像一副面紗, 但是, 你一眼就看得出, 這個石像, 和孤密王子, 壁畫上面畫的, 一模一樣, 這個, 絕對女王的全身像, 就在我們, 為了精絕女王, 為何不道出龍山真面目, 而議論紛紛的時候, 陳教授還要開口, 我記得, 先前我說過, 這座石塔, 很可能是一種精神的象徵, 而且, 每座石塔, 放的是什麼雕像, 就代表著, 這種類型的人, 或者什麼, 在這個國家的等級。 哦, 嗯, 教授, 我明白了, 由畜生, 到外族人, 再到本族對眼睛又崇拜的鬼動族人, 還有的就是守護神, 一層一層, 都要證明他們的地位, 由低至高, 由賤到鬼。 只不過, 鬼動族人, 是不是他們對眼, 是生得特別大? 因為單純, 只是對眼睛的崇拜, 所以算是, 將他們的族人對眼, 丟得特別大呢? 這一點, 我想都很難考證。 沒錯, 雪莉, 最遺憾的就是, 鬼動族人已經完全滅絕, 而且直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出過任何的一句, 有關鬼動族的滑骨, 所以就更加沒有辦法推斷, 這個種族的起源背景。 到現在為止, 我們最大的發現, 就是這一族人崇拜眼睛, 這個對古西域文明的研究, 也算是一個重大突破了。 我想, 有了這個依據, 很多令到我們對西域文化 噴嚷了很多年的難題, 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呀。 你們說, 一層給一層的人應該尊貴, 但是, 為何第五層什麼都沒有呢? 肥仔船, 你不記得Shirley小姐提過, 好像是清絕女王對眼, 可以連接的那個虛幻空間嗎?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胡先生提這個假設好, 是守護神之常, 是一個沒辦法形容的虛幻空間, 所以這一層才是空無一物。 女王靈界這個虛幻空間之常, 就正好講明, 它完全可以控制這個空間, 再加上, 鴨頂上面, 有一個眼形狀的圖騰, 這樣又講明了, 女王的力量, 來自於她對眼。 聽到這裏, 大家的心都忍不住有點發冷, 難道這個世上, 真是存在一種, 大家平時很難理解的一個虛幻空間? 而女王又真是可以通到對眼, 將人攝影的空間裏面。 那她不是妖怪, 又是什麼呢? 幸好, 這個妖怪現在都死了。 哈哈哈哈, 大家又不用這麼緊張, 這些事情未必是真, 古代的統治者, 很多時候都搞一些神話出來, 要來娛弄老百姓, 這樣他們的統治才會更加穩固。 什麼? 流方斬白蛇呀? 又什麼飛龍入身體呀? 我們中原那些皇帝, 不是個個都喜歡作一些神話故事, 說自己是真龍天子, 壽名與天嗎? 這些只不過是娛弄老百姓的一種手段。 大家再看看, 這座貞住城還有一個非常奇妙的地方。 胡同志, 你看看這座貞住城, 整座城池的籠礦似什麼? 似什麼? 我在黑塔上面, 俯瞰著全城, 這座貞住城很多地方, 雖然已經被黃沙覆蓋, 但是如果你仔細地觀察這座古城廢墟的輪廓, 它居然好像, 好像一隻巨大的眼, 看一眼。 呃, 這種眼。 其, 沒錯,沒錯,這個就更加講明,精絕人對雙眼的崇拜,你再看看這座城的風水點,現在最緊要就是即時去找到精絕城裡面的地下水源,這樣才有機會救回葉易森,教授,你這個時候還有心情的考我呢? 但是,如果用風水學說,盡快地找出,這座精絕城,皇宮究竟在什麼方位,又或者精絕女王的陵墓,這樣就有可能找到這座城的地下水源了,是不是?於是,我立刻就仔細地看上來了,這座池山,是不是好像一座沙漠裡面的黑龍呢? 龍從中間斷開,一條龍就變成了兩條蛇,以我來看,這座山谷應該人工開作成的,而那些開採出來的黑色石頭,已經要來做了這座黑塔和那些巨眼石人, 古代的帝王,都是一登機,就馬上開始著手準備自己的陵墓。 這座古城,如果有一條地下水墨,應該是會和這座山搖相呼應,形成一動一靜的氣勢。 我想,那位精絕女王,對風水學也肯定很有研究,她知道黑龍就不是那麼吉利,於是就發動人力,斬斷黑龍,然後還要釘在這座,使她成為了自己靈墓永遠的守護神。 那這座精絕城,即時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風水寶地,如果是這樣的話,將女王的靈墓,建在這座精絕城地下,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只但是,剛才教授你又說,以你的推斷,精絕的王公也建在這座城地下, 那王公和靈墓迫在一起,會不會似乎好像太過逼劫一點? 你的見解果然很獨特,但是我的想法跟你有多少不同,我認為王公和古墓,確實都是修建在這座城池的地下。 啊!這樣,一邊是王公,一邊是墳墓,會不會…… 那他們又不會迫在一起。 照我的看法,你就精絕城,一共有三層。 上面這一層就是城堡,地下的第一層是王公,而地下最深的一層,才是精絕女王的靈墓。 哈?在地下修建一座王公,和在下一層修建一座靈墓? 那豈不是很大工程? 當然啊!只不過當年的精絕國,國力非常強盛。 除了他們本國人之外,還可以驅使周邊小國的十幾萬奴隸。 你想想,他們連那座石頭山都要開出一條山谷來。 咦?你的地下王公和靈墓,工程雖然很豪大,但是也未必做不出來的。 聽到教授這樣說,我即時用天星風水術推斷了地下王公大體的入口, 然後大家就一間屋,一間屋地去找。 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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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仔!教授!那個楊小姐!快點過來看看! 這座呀!這座呀! 衛仔旋找刀的這座建築物,它的門口坦ㅅependal是用黑石頭砌成的。 而且,這個門口還修建成一座,好像巨獸抹大了它的口, 這個地方的確有幾成像是地下皇城的入口 教授,我看這個建築氣道深嚴,似乎是一間神廟 但是要來做地下皇宮的入口,也是很好的掩飾 沒錯,我倒是這麼想 胡同志,我看你的地方十有八九,應該就精絕成地下皇宮的入口 怎麼樣,我們不如… 等一下,大家帶上防洞面具 等到眾人裝備好之後,我就拆了幾支冷煙火 用它來做火把照明,向前繼續前進 這座好像神殿一樣的建築 入到裡面之後,原來非常宏大 石殿周圍有十六條巨型的石柱 而在大殿最深入的地盤上面 供奉著一隻玉製的眼球 這塊玉真是很大塊 整塊大約有成普通的人頭的金塊 而且,在玉石裡有天然形成的紅絲和藍絲的銅孔 層次紋理都非常分明 遠遠看過來,十成十就好像一隻是真人的眼睛一樣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 你哪會相信,世間上有這麼奇妙,有這麼完美的美容 肥仔船一看到一件這樣的寶物 即時忍不住了 肥仔同志,你不要這麼大力 萬一毀壞了一件古代神物 這樣就不行了 你們看,這隻玉石眼球上面有一個粒槽 我剛才看見,有什麼用 我又搬過,又挖過 裡面什麼都沒有,根本不是機關 不是,我說這個粒槽的形狀很奇特 和你帶著的玉佩很像 不知道這個玉佩會不會就是打在這個奇玉的機關呢 這樣啊,那讓我試試吧 肥仔都不知道多高興 馬上在三刀裡面,拿出自己的玉佩 將其他人都推在一邊 自己動手,就把玉佩插在那塊玉石眼球的粒槽上面 哇,發財了 如果對得對,這個大眼球就是老子的了 誰都不想跟我搶 不是,不要怪老子不客氣 這件影真是好東西啊 老子啊,這份發財了,我們發財了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聽到肥仔這麼說都覺得好奇怪 咦,這個人發什麼瘋啊 這隻玉石眼球怎麼會變成是他的呢 哎呀,這個肥仔船影真是得意忘形啊 如果讓大家知道,我們專門做的摩金杜墓這樣的勾黨 就這樣就認真大事不妙了 喂,你說那麼多廢話做什麼呢 說少兩句,沒人說你啞的嘛 對,肥仔也知道說錯話了 即時不出聲,然後伸手就輕輕地去摸那個腫 唉,陳教授和那幾個學生都是書呆子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被Shirley撕破我們的身份 她的腦筋反應實在太快了 稍微露的馬腳肯定都瞞不住啊 啊,真是怪啊 剛才你捉都不動那塊玉石眼球 現在肥仔船插了自己的玉盔下去,當同啪啊 咦,那隻圓形的玉石眼球馬上又滾了開來 我捧起它,交給陳教授來看 啊,這件玉,我都看不出是怎樣做出來的 啊,不要說,這隻玉眼現在人頭這麼大 但是,雲然堅醒,一點看不出人工的痕跡啊 甚至可以說,兩千年前的人工技術 也都絕對做不出一塊這樣的靚玉來啊 禁絕國的文明,實在太神秘了 陳教授他們整班人浪了幾十年心血 都掌握不到多少的資料 只不過是對鬼動文字和歷史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現在只是推斷出,這個民族最崇拜的神物就是眼睛 但是,這隻神秘的玉眼究竟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它究竟是怎樣的物質來的呢 恐怕,一時三刻之間,陳教授都很難推進得到 只不過,令大家覺得奇怪的是 肥仔船帶著玉背,為什麼又會成為了 打開這個玉石眼球的機關呢 肥仔同志,你此時關重大 你這塊玉,究竟是怎樣得回來的 你一定要認真跟我們講一下 肥仔船做了幾年過體戶 平時吹牛皮吹到幾乎眼都可以不斬 來新疆之前,他還曾經對教授他們整班人說 這塊玉是他以前去新疆打土匪的時候得到 當時,眾人得淡少,誰都沒有將他當爭 只不過,這塊玉上面有神秘莫差的鬼動文字 這樣,Shirley才同意她加入考古隊,一起來新疆 現在事情居然這麼離奇 眾人忍不住又很嚴肅地看著肥仔 我都不敢胡說 你這塊玉,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原本的來歷是怎樣的 我只知道,我爸爸十五歲參加皇下暴動之後 認識了一個戰友,兩個人,但他很老死 後來,在解放戰爭後期,他們兩個一個就調去一野,一個三野,都做到中隊司令官這麼高級別的指揮員 當時我爸爸這個戰友帶著一野一兵團進入新疆的時候 在蘭比沙漠附近的尼亞綠州,就和一班百多人的土匪發生了遭遇戰 當時,那場仗都不止打得多激烈,後來,那些土匪當然被我們打散了 爸爸的戰友,是在一個滿面落塞胡蘇的土匪頭的死屍那裏,找到這塊玉 後來,聽到我爸爸生了我,就將這塊玉當成賀禮 只不過,具體原來怎麼來的,我真的不清楚 而且,我爸爸這個戰友,後來也犧牲了 哎呀,可惜,這就真是認真可惜了 當事人都不在這兒,這塊蒸鑽玉,又轉了這麼多次手 恐怕,都很難咬正她的來源 哎呀,這個玉眼球的歐碑,或者就永遠沒有辦法可以解開 Shirley摺過玉眼球,全神貫注地仔細在這兒看 她自從進來蒸絕古城之後,就沒有怎麼開過聲 我還以為,她見到這玉古城,但始終都找不到自己爸爸的遺體 所以這樣才憂心匆匆 其實,她爸爸和那幾位探險家已經失蹤了年幾 他們有沒有來得蒸絕古城,這樣都很難說 而且,這個地方風沙很大,很多 整座城,一年到頭,都不知有多少次被風沙賣入沙漠裏面 然後下次那些大風沙一吹,又再延伸出來 我們這次找得到這座蒸絕古城,應該說已經非常幸運 在這個茫茫大沙漠裏面,你要找幾個人組成的探險隊 那十成十,就真是大海撈針了 怪不得,在這個蒸絕古城探索得越深入 Shirley的失落感,就可能越強烈 楊小姐,你都看了很久了 還回來才行不行? 金一姐姐,看完我自然會還給你的 那你就認真就下巴輕輕的 哦,這塊玉,是我們中國人的 你這個貴妹仔,一看上來,看泥腿去,眼就不捨得放手 是不是眼見深眸啊? 喂,這樣不行的,這塊玉,應該讓我們中國人自己拿著 一邊說,肥仔船一邊就伸手去搶了 蛤,這塊玉是你的嗎?最多的玉佩是你的 不要搶,不想搶 好啦,好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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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你們兩個都不要搶,好不好 那,當給我面子這個隊長,肥仔船,你不要忘記 我們來這裡是做什麼的,你跟自己老闆爭東西看? 庸威爾,老闆不出糧的時候,我看你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好啦,好啦,我決定 這塊玉,先給楊小姐看 欸,五分鐘,哈哈,怎樣啊,楊小姐,五分鐘夠沒有啊? 我怕肥仔船和Shirley兩個人,爭起上來,會搭壞這個肉眼球 所以一邊說,一邊就伸手,按住他們兩個人的手 啊,誰知道他們兩個人,見到我插手,大家都不爭,一起放手了 哎呀,不是吧?我伸了一隻手,還在上面按住肉眼球 這個肉眼球又圓又大又滑漏,一下子一邊就插得住 當堂帶在地上,搭成幾塊咯 哎呀,胡同志,你,你,哎呀,我,我,我都是一片好心 猜不到,哎,猜不到,這個人這麼化學 我亂帝竅,想伸手撿回地下的玉石碎片 哎呀,好了,好了,老烏,打爛了就打爛了,撿來幹啥 他出來這樣一拉我的手,想把我拉起來 誰知道我一下不為之,被他一拉,當堂整個就坐在地上那裡 那支電筒,順勢一照,影響著這間神殿的屋頂,照了過去 咦,是屋頂? 那屋頂那屋是甚麼來的?究竟是甚麼來的? 》 Mode 韋趣登志 精絕 古城 現正 怪貓 我被肥仔船一拉 整個人當同一坐就坐在地上的樹 跟著 我的手電筒 無意中向上一搶 只見在手電筒的光線之下 照到這個神殿的屋頂 居然突然採見一隻 好像面盆這麼大的眼 只閃耀著奇異的光芒 盯著我們 這是什麼來的 怪眼啊 又是一隻怪眼 這隻怪眼的形狀 跟黑石塔塔頂 那隻眼睛圖騰 好像 好像真的一模一樣 那隻突然出現的巨眼 在半空中轉了轉 接著順勢 從地面都直打下來了 閃開 大家閃開 當這隻怪眼打到地下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看清楚 這隻怪眼雖然看起來好像一隻巨大的眼球一樣 實際上它是一個半透明的玉球 外面全部都是青白色 不知有什麼之外的物質 中間包著一大塊黑 很粒白的東西 所以眨眼一看 你不將它看成眼球 這麼鮮怪 豈有此理 你們有妖怪女王 自不然 就有一些更妖惑的東西了 可知它是什麼 就低它再說 稍稍 看清楚一點 還未等我看明白這個究竟是什麼 那隻巨眼一樣的玉球 突然之間就裂開了 裏面湧出了幾百條糾纏在一起的黑色怪蛇 這些怪蛇 我們在黑色池山見到的一年一樣 都是全身生悶的黑龍 伸出一個幾十米頭頂生出一個黑色的玉球 這一堆堆的怪蛇 身上都黏滿滑散散 看來很透明的液體 好像剛剛在蛇彈裏面湧出來一樣 看見得令人覺得噁心 只見他們不斷地遇動著自己的軀體 好像要跟互相糾纏的狀態都爭脫出來 這些怪蛇的行動這麼迅速 在蛇山那裏一兩條已經可以令到我們金狼背負 如果這幾百條的怪蛇一起向我們發動攻擊的話 想到這裏 我覺得自己頭頂都幾乎有麻痺的狀態 就在我們手上這樣一閘的時候 在最外面那幾條怪蛇已經互相擺脫著糾纏 然後正向著最靠近他們的薩低鵬和雀蓮兩個游過去 雀蓮將怪蛇連按了幾十閃光燈 怪蛇怕光,他們怕光 怕光?我都見不到他們有沒有眼,他們怎麼怕光呢? 那個玉斗,那個玉斗可能就是他們的眼 別管那麼多了,低鵬,你身上不是還有兩包固體填料嗎? 是呀,是呀 快點釘去 好 雀仔,向著那幫填料開槍 紅紅的烈火,一下子就燒著了還在糾纏著的幾百條黑色怪蛇 至於其他已經爭脫出來的幾條怪蛇 在肥仔船和我兩個人一人一槍之下 亦都很快將他們全部報銷 好在呀 好在這幾百條黑色怪蛇還未來一次展示他們的毒牙 就被我們燒死的焦炭 如果不是的話 都不知會釀成什麼的效果 燒死了那些怪蛇之後 我馬上又開著了幾支手電筒 在屋頂那裡仔細地照了一次 整個屋頂到處都是平整的石磚 這個好像大眼球一樣的蛇籃 又是哪處來的呢? 怪! 認真太怪了! 大家再對周圍仔細地檢查了一下 咦? 屋頂就找不到半點的鬧癡 但是神殿那十六條巨型的石柱 每條石柱的柱身都有六個眼睛一樣的圖案 而每一條石柱的底座 都有六邊形的石柱 一視之下 原來每條石柱下面都是個石柱 與柱身分開 只要一用力 就可以將柱轉動起上身 即是說 十六條巨柱 都是十六條分別可以轉動的樞紐 至於它應該按照什麼規律 以及什麼次序來轉動 然後轉動之後 又可以得出什麼結果 那暫時我們就不得而知 教授啊 你說這座神殿是要來做什麼呢? 這座神殿 它既是地下皇宮的入口 同時更加是一個要來祭祀的地方 這個六角形的符號正好表明了它的作用 這些石柱每四條為一組 現在的排列方式是守護神的符號 較差相對 剛才那個玉石眼球 應該就是祭祀用了神器 而肥仔同志那塊古蛹 就啟動這個儀式的法器 所以那個法器一安上去 馬上就完成了儀式 然後那些被當成守護神的怪蛇 就會被召喚出來 享用它的祭品 只不過原來這塊作為發起的精絕蕉 怎麼會流落到外邊 這樣現在我們就很難說了 或者是有些盜墓賊入過來 然後將它偷了出去 又或者是以前那些反抗精絕女王統治的奴隸 為了破壞女王的神廟透著它出去 這樣都說不定 教授 如果這座神殿就是地下皇宮的入口 那這座應該應該有一條暗道呢 我們不如到處找下 現在小葉的身體不好 一定要盡快找到地下皇宮 然後找到地下的水源 這樣才是 我可以保證 你说一定会有一条暗道 不过既然是暗道 这个神殿的规模又这么大 一时三刻 我们哪里找得到 教授 俗语讲得好 拿人钱财又看人消灾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 我和老会有多大本事 我们不是拿了人家 几怕的苏联黄色炸肉吗 你们几位出去避一下 照我看 把黄色炸肉在那里一摆 就算没路 我都给你炸了一条路出来 这么行 怎么可以 你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遗迹 破坏一块砖 你都是对我们的文明犯罪 教授 刚才是我不小心 打烂了那一块 这么珍贵的玉石眼球 不如这次 让我来将功赎罪 我同志 你有把握 找到那里暗门吗 按照风水术术来说 这座神殿 那十六条石柱的布置 应该是和透地十六龙 排列相同 这种布局 在汉朝的古墓里面 就曾经有个这样的机关布置 之前 在黑塔上面 看古城周围形势的时候 我都发现 这都是佔尽地利 我由此可以推断 这位精绝女王 在风水术术方面 亦都是个高手 所以我想 不如等我来试下 用分金定义之术 说不定 就可以找到那里暗道了 不过 这个办法 我都刚刚学回来 没耐 万一不静 我们再想一下 其他的办法 好 现在 肯定是要看你手段的时候 好 我大大步地 走到神殿正中 我仔细地观察了 然后就按照 五行二十四边的方位 在石柱之间 来来回回 走了几次 大体上 这个格局 我已经明了 帝鹏 肥仔船 听我号令 我一叫到哪条石柱 大家就分别 去抱着那几条石柱 由左至右 一起钻动 来 千里寻龙 球至左右 左 七 右 九 前 五 一起钻 信仰五步 音从其一 六 九 二 钻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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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神龙初焰 一 三 七 砖 咦 暗门 在转完最后一格之后 地面的石砖含了下去 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 就是随便在大家的眼前 在我的大领之下 众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入神殿的地道 在入口下面 我们发现了一个石头的拉杆 可以用来在下边打开这块地砖 这些机关的设计非常精巧 虽然隔了两千年 但是机关依然可以使用 而且构造的原理都易乎尋上 其中不单止八卦二素的原理 还有天上星神排列的演变 这个学问 认真是非常深奥 如果这些机关 全部能够是精卷女王发明的 那这个女人肯定是一个非常结缀的天才 我们担心下边 还有不知什么机关 所以前行的每一步 都是小心翼翼 一路走到台阶的进头 忽然之间眼前就豁然开朗 可见了一条五米阔三米高的通道 通道的四边不再是橙黑的石头 而是西域的天砖堆砌而成 在头顶全部都是古怪而鲜艳的壁画 画上画得最多的就是眼 大眼、小眼、抹开的眼、眉上的眼 有些只是画了眼球 有些还有眼皮、眼睫毛 正绝有 将眼当成是他们的神一样的崇拜 这条通道一连着神殿 怪不得会画了这么多只不同的眼 看来这里恐怕只有神殿的人员 和好像女王那些贵族才有资格进来 而且由建成之后就没用过几个词 陈教授和他那班学生 看见都有这么多的壁画 而且壁画的颜色还像新的一样 没到思雨和剝落 他们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在十九世纪的前期 外国的探险家就发现 新疆的古城遗迹里面有大量的壁画 而且画的全部几乎都是宗教的题材 可惜那时候政府没对他们加以保护 被人洗劫一空将壁画都作走了 流失去国外 猜不到 猜不到 这书还可以保留得这么全整 而且 还要是西域三十六国里面 最古老 最神秘的正绝壁画 好啊 好啊 教授 按你这么说 我们这次的发现 豈不是可以洗到 我们整个中国的考古界 都全部震动起身 哈哈哈哈 怎么才是我们中国的考古界 这个发现 足以震惊整个世界 看见教授他们这么兴奋 我也有点替他们开心 但是 在你的壁画上面 我更加想了解到的 就是有关那个精绝女王 多一些的传选 这个神秘的女王 无论她是不是妖怪都好 你座古城已经这么诡异 如果真的有妖怪 或者 你的壁画其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万人 真是撞清真正的妖怪 感到知己知彼 打起上来 都有一点信心 于是 我就开着手电筒 一幅一幅 仔细地看这些壁画 但是可惜 这些通道的壁画里面 没有一幅画着精绝女王的身影 画的内容 表现的都是一些仪式 有些是画着一只玉石眼球 放出光芒 这些光芒一闪之下 在上空就出现了一个黑洞 然后在黑洞里面 就跌着一只好像巨眼一样的玉卵出来 接着 无数的怪蛇 就在这个玉球里面爬出来 咬嚼着几个被绑在柱上的奴隸 那些奴隸 那些奴隸正是痛苦地挣扎 接着 还画着一座黑色的山峰 山上爬满那些恐怖的黑蛇 周围有很多野兽都跪在地上那里 向山上的怪蛇 来勾头 这些曾经 有些我们曾经见过 对照壁画上面的情形 就更加证实了 陈教授的判断 这种头上生着的黑色眼球的怪蛇 一直都被精卓人当成是守神兽的存在 他们不单只懂得召唤怪蛇的办法 还经常用生人来向怪蛇牵制 想不到精卓国已经埋藏在沙地一千年那么久 那些怪蛇 它是依然可以生活到今天 看到最后的一幅壁画 画上面画的是一个很大的洞 洞里面是一道西藏的楼梯 沿着洞壁一路向下 教授 你说这个这么大的洞 和鬼洞族这个名称 会不会有什么班联 很可能 你看一下洞壁上面画的楼梯 小到像一条线一样 和这个这么大的山洞完全不成比例 那就是说这个直上直落的大地洞 绝对不是人力虚幻的出来 那难道这个洞是一个鬼洞 之前陈教授曾经说过鬼洞族的传说 他说鬼洞族也有些记载 说他们来自于地下的民族 只不过当时我只是当是古代的神话传说 听人就算了 连我自己的心都忍不住有些怀疑起来 这些壁画上面 有些画的情形是我们亲身经历到 并不是故隆缘虚画出来黑人的 难道在精绝古城的深处 真是有一个这样的大洞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直上直落的大洞 那岂不是他可以由地球的这一边 通过地球的另一边 那以后出国就限制很多了 都不用坐飞机了 直接在大地洞那里一跳下去 一会儿去到美国 教授啊 鬼洞族的巨眼石人像 其实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原来那些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他们真的来自于地底的黑暗世界 那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这么崇拜双眼 嗯 你说得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巨大的洞 实际上就是鬼洞文明里面 一再出现的二度空间 就是你的虚幻空间 这个虚幻空间很可能是一个实际的存在 那时候鬼洞人发现了一个这么巨大的洞 他们没有办法解释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巨大的地下洞穴 甚至他们想尽所有的机制 都没有办法落到这个洞的底部那里一探究竟 古人是崇尚自然界的力量 或者他们就将这个巨大的洞当成神迹 进行制智无摆 他们希望自己对眼可以更加发达 可以看清这个洞底究竟是什么情形 这个时候有些人自称自己对眼可以看到洞底的世界 于是他们就要受人尊敬崇拜 成为了这个部族的统治者 又或者是神迹人员 因为他们的权力是来源于他们对眼 于是他们就将眼当成是神 当成力量的完全一样崇拜 看不出,教授,日木话,你都可以想到这么多东西 还要讲到头头是道,讲到直接好像真一样 如果你出去买录音带,我爆你卖哪个歌带 哪个歌声即时红你上身 这个也只是我主观的推测 这都不可以说这个就一定总确 我想那种暗道之后 也一定要找一下在精柱城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大洞穴 这个还要眼尖为实 不知为什么,一听他们说到地下的洞穴 我就想起昆仑山的地底,见到九层扰流的往事 那次,我一年失去了好几个战友 从那次开始,我对于那些地下的洞穴就多了几分的畏惧 我真的很担心考古队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 如果不是,一定要进入地宫来寻找水源的话 我真的想即时将它拉回出去 既然这次来到精柱古城 那就是说,沙漠考古已经有了很重大的成果 我都不撑在那个地洞了 我劝陈教授,不如就此翻回头 但是附身探索着鬼动文明奥秘的陈教授 他哪里肯置得假 而Shirley也一直认为 他爸爸那些探险队曾经来个精柱古城 所以,不探索到这个精柱古城的地底奥秘 他就绝对不会善罢金幽 无论,既然是这样 我都劝过你们尽了力 唯有陪着你继续向前行 万一做了什么事的话 那我都算是民心无愧了 这条通道并不算很长 很快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通道的尽头了 这条通道的尽头